国立的5月8号开始为期两天 是北港朝天宫妈祖绕境活动的日子 北港的街道上一早就涌入满满的信徒 大批镇头和交班陪伴北港妈一同来出巡 配合着北港有名的梨炮 现场是热闹滚滚 另外众所期待的真人一格 也将会在8号到12号来热闹展开 鞭炮声震耳欲聋 这是北港镇一年一度的盛事 朝天宫妈祖绕境 今年的国立5月8号开始为期两天 就是北港朝天宫妈祖绕境的日期 出巡路线以北港西为分界 第一天上午南巡 第二天上午北巡 北港的街道上一早就涌入众多信徒 一起参与这场盛事 今天是北港镇天宫 一年一度的领祖 今天开始也有五天的约歌 北港的小过年 在这里欢迎来自全国 所有善信大德 今天在现场也有 也有日本也有美国的 马祖是外交部长 以外再来跟马祖兵布 这是你一年一度的团日志 希望马祖以及所有众心可以神秘兴協助 这次的劳境华党可以让大家平安顺序 北港条天宫是我们欢迎观最重要的宗教生地寺 今天可以来参与到 十九二十两天的既安 安好落你的生活 云林县长张立善这天也来到北港 参拜妈祖也感受北港妈祖生的热闹气氛 他表示希望透过妈祖绕境文化 可以将相客变成游客 增加云林县的观光亮能 另外今年云林县政府也有安排采一格车 让小朋友上去送糖果给大家吃平安 今天是我们努力的三月十九 是我们天上圣母妈祖母的圣诞千秋 尤其北港条天宫天上圣母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是有很大的代表意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套过妈祖母的宗教文化 要把我们欢迎观相客变游客 游客变常客 今天不只是我们条天宫有基盤 很多在外丛之外 我们团队政府也有会合金额的隔车 有我们的小朋友在那里分享我们的糖果 让我们的乡亲食堂来吃平安 今年的妈祖绕境非常热闹 一格游行更是越夜越美丽 欢迎大家把握时间来北港封妈祖 记者 林宏博采访报导